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杂爱老将相亲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尔尾玛了解一下 好了普及一下 政治学者刘军宁 他明确指出 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 同根同源 他明确的说 亨廷顿错了 文明没有冲突 文明之间不冲突 文明跟野蛮才会冲突 文明跟文明只会摩擦 大家今天的世界 一种文明 如果称得上是文明 首先必须真的文明 什么叫真的文明呢 他必须恪守一些文明 所具备的道德底线 他谈到了恐怖袭击 最流行的解释 这是05年的一文章 我觉得很应景 恐怖主义袭击 最主要一个解释 是文明冲突论 那么就 红色极权主义 在冷战中坍塌之后 伊斯兰教国家 这一定程度上 也包括卢教国家 跟以英美为代表的 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 就是当今世界 国际政治的主题 恐怖分子跟西方的冲突 就是文明的冲突的 几种体现 但他认为这个解释 很令人生疑 如果真的是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 这些恐怖分子 为什么不去炸 樊帝钢 这一个宗教的首都 为什么不去炸 英国美国那么多的教堂 而偏偏要去炸世贸大厦 炸地铁 火车 公共汽车 炸体育馆 炸伊斯兰教国家 如埃及 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旅游省地 而且恐怖分子 是用炸弹袭击平民 那你说这代表什么文明呢 跟当年德国用潜艇 袭击商船和邮轮 有什么区别 而这种野蛮的手段 袭击平民 如果算是文明的冲突的话 那么第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可以算是文明的冲突 所以刘金宁说 更合理的解释是 恐怖主义的无端袭击 并不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 而是恐怖主义跟现代文明的冲突 如果认为恐怖主义代表是一种文明 那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否则 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 他认为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 因为只有文明和野蛮才会冲突 文明和文明会摩擦 今天的世界一种文明 如果称得上是文明 首先是真的文明 你必须遵守一切文明所具备的道德底线 包括 不以无辜平民为主要袭击目标 你不认可这个底线的行径 你就是不文明的行径 文明是什么 文明是善 野蛮是恶 善跟善 不会冲突 只会摩擦 只有善跟恶才会冲突 既然善和恶的冲突 那就不属于文明的冲突 恐怖主义兴起的背后 有一点某种文明差异在里面 但这不是关键因素 文明的多样性是基于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多样性 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方式的多样性 不是指普世价值和毁灭性价值的多样性 文明的使命是对野蛮的告别 但是恐怖主义却要告别文明拥抱野蛮 这不一样 那么好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恐怖主义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是因为他们痛恨 世界上的财富两极分化 富的国家越来越富 穷的国家越来越雄 而发动恐怖袭击是为了执行分配性的正义 他认为贫困并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 一些恐怖主义者非常富裕 包括哈马斯的头都住在卡达尔的高层大楼上 一些产生恐怖主义的国家也非常富裕 甚至寄生的世界上为数不多 几个最富裕国家之列 那么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跟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 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国家或地区更富裕 而为了是让这些国家远离富裕 拉登没有用他的巨额财产的为他的国家 和其他贫穷的国家建电站搞扶贫工程 没有 如果他们真的要的是富裕 他们应该自力引进外资 希望摆脱贫困 也不能用恐怖袭击作为贫困的脱贫的手段 有人说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 自私之心是无私献身的壮举 他又死了以后在上天堂和享受很多处女 他认为恐怖主义是极端知识 不是什么利他的英雄主义壮举 也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狂热 恐怖主义者有自力动机吗 当然有 他们动机为了夺权 这是最大的实力 自私的人并非没有献身精神 这一点中国人应该领悟最深 越是不择手段 或者不需要不择手段实现的理想 越是低俗和有害的思想 不论他说的都过了崇高 恐怖主义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 他们有非常清晰的商业的模式 用别人的鲜血和生命的换取资金 经费和偿金 默默无闻的年轻人 突然变得世界知名 没有911 你看看谁知道拉登 不入侵科威特 还有多少人记得是萨塔姆 他认为他们像古罗马的尼怒一样 放火烧了罗马 看着大家将方失措 独入而逃 很好玩 他们用暴行 把自己变成全世界注意力的焦点 所以刘军灵认为 恐怖主义就是极权主义驱动 恐怖主义屠杀 无辜的野蛮行径 并不是因为贫困 而不是因为疯狂 而是因为受了某种观念的趋势 某种残忍的极端 自私的观念的趋势 这些观念一定是仇视仇富 仇视财富 仇视生命 仇视自由 所以恐怖主义的本质上是 二十世纪极权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当代的传人 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 没有本质的区别 一个是国家为单位的恐怖主义 一个是团伙为单位的恐怖主义 他们都杜信 暴力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 认为枪杆 全力出现枪杆的炸弹成就梦想 这只是极权主义 暴力革命理论的当代的翻版 恐怖组织在恐怖袭击 跟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 日本屠杀中国平民 红色高明屠杀本国人 都处于类似的逻辑 希特勒把世界分为 亚利安人和非亚利安人 波尔布都把世界分为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恐怖分子把世界分为 信真主的和不信的 两者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跟驱动极权主义一样 驱动恐怖主义也是知识 绝对的知识 他们追求的是积极的诠释 恐怖袭击是取得诠释和影响 最有效的路径 用这样的暴行成本最低 效果更好 使用暴力 意味着他们不愿意使用 常规的手段参与政治 用暴力手段介入政治 常常意味着死亡或者监禁 所以当然恐怖袭击 不是恐怖主义者 依据宗教信仰的独特发明 恐怖主义并非没有理想 在理想的高度 政教合一的专制的神权政治 这不是冲高理想 而是野蛮的专制的理想 这种理想跟现代社会 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恐怖主义是把枪口 对准整个现代文明 他们追求权力的无限集中 说到底 恐怖主义无非是一种 获得政权的暴力手段 像世界上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样 恐怖主义也是以英美为主要的敌人 以无辜平民为目标 跟以往的极权主义一样 他们自力展示和挑动 人性中最恶最丑陋的一面 敏灭了人性善良阳光向上的一面 根据研究表明 恐怖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极权运动 精神领袖 通常是对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心想网制 很多人都到法国留过学 波尔布特也是 那么好了 恐怖主义不是文盲的运动 而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 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哲学家地道 那么跟极权主义主义主义一样 那么他做了一些分析 恐怖主义是小团体化的极权主义 恐怖主义取代流国家集团组成的极权主义 这标志的反对现代文明的力量 难以议国家联盟的形式存在 这又是个方向 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和政权 敢于公开站在恐怖主义的一边 敢于公开一次结盟 那么表面上看 恐怖主义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上 遭遇的其他敌人很不一样 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宗教色彩 极权和反极权的阵营分明 但是有幸的是 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极权主义运动 都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极权主义没有做到的事 恐怖主义肯定也做不到 极权主义撼动不了的 恐怖主义也绝无得逞的可能 但是如果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 一脉相承 那么战胜极权主义的方法 也是战胜恐怖主义的方法 这是刘君凌的观点 我们今天来理解哈马斯 理解在中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 极权主义的专制的性格 理解恐怖主义活动的根源 刘君凌这个视角和观点 值得重视 也就没有文明的冲突 现在的所有冲突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对啊 став讨厌